《深夜浅读》 三年后,儿子亲自找到苏大爷 儿子的一番话,让苏大爷难掩泪水 请听苏大爷的字述 年轻时,村里和我一样同龄的男人 陆陆续续都结婚了 只有我还没成家 我以为我会打一辈子光棍 没想到在我35岁这年 竟然成家,还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我的家庭和别人的家庭不同 我父亲在闹饥荒的第一年就饿死了 我母亲就带着我一个药饭卫生 那时候太苦了 讨到一口吃的 我妈会先紧着我先吃 因为母亲吃不饱 她一米六的身高 体重还不足90斤 虽然她把吃的都给我 可我吃不饱 个头也不高 我觉得生活只有这么苦了 可父亲去世的第二年 母亲清明节给父亲上坟时 因为滴血糖晕倒 从山上滚了下来 两条腿摔断了 母亲没有能力养活我 我就自己想办法养活自己 我十二岁那年 边读书边在生产队 给人家看牛 给牛喂草 清理牛圈 那时候挣的钱不够吃的 我舍不得花钱买鞋子 就光着脚走路 时间长了 脚底磨了厚厚的茧子 走在石子路上 我也不觉得疼了 冬天的时候 就捡别人不穿的鞋子 让母亲给我缝补一下郁寒 十七岁的时候 我在生产队里种地 有空闲的时候 就去山上割草 给需要的人家送去 攒了一点钱 就稍微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多年 我和母亲也相依为命很多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 村里有人开始去外地打工 有的人打工回来 还会带着外地的媳妇一起回来 渐渐地 村里和我同龄的男子 都成了家 当了父亲 只有我还担着 我和他们不一样 虽然他们也穷 但是他们的父母能下地干活 能赚钱补贴家用 我母亲虽然能下床走路 但是她不能劳累 更不能干重活 就算我勤快能干 也没有哪个姑娘 愿意嫁给我这样的家庭啊 我33岁那年 母亲劝我也出去打工 挣钱不是第一位 讨个老婆回家 才是第一位 如果我不成家 她觉得是她拖累了我 会一辈子心难安 我放心不下母亲 母亲说她在家自己种点菜 不会让自己饿着 我要是真的心疼她 就先成家 我自己也渴望有个家 所以就背着几件衣服 带着仅有的一些钱 外出打工了 打工的第二年 我认识了我的妻子 她有六个妹妹 一个弟弟 她是家里的老大 从小吃的苦不比我少 她自从记事起 就帮父母带孩子 带大了老二老三 紧接着带老四 后来她能干活挣钱了 就开始帮着父母 养活弟弟妹妹 她结过婚 她前夫生病时 家里没有钱看病 前夫在家 躺了半年多 就去了 之后她就一个人生活 我们俩在一个地方打工 我心疼她 对她特别好 时间长了 她觉得我老实靠谱 适合过日子 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我们结婚那年 儿子出生了 母亲见我成了家 又当了父亲 高兴得合不拢嘴 以前她出门时 人家只要问起我的婚事 母亲都低着头不说话 自从她当了奶奶 经常抱着孩子出门 炫耀她当奶奶了 后来我和妻子外出打工 母亲就在老家帮我带孩子 我担心她的腿长时间 站着会疼 可母亲愿意帮忙带孩子 看见孩子 心情好了 也不觉得腿疼 我觉得孩子可能是她的精神慰藉吧 也就同意她在家带孩子 儿子十岁那年 母亲脑出血住院 我四处筹钱给她看病 可母亲还是成了植物人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妻子在家带孩子 照顾母亲 我一个人打工养家 为了多赚点钱 不管活再苦再累 我都愿意干 那时候 我一天只睡四个小时 和我一起干活的朋友 劝我不要干活 不要太拼 我笑笑不说话 我知道他们的好意 但是不拼 我的家就散了 儿子十三岁那年 工地的老板带着钱跑了 我一年的工钱也没有给我结 妻子不愿意跟着我过苦日子 和我离婚 把儿子也带走了 我本来不打算让儿子跟着他生活 我只有这一个儿子 我舍不得他离开我 但是儿子坚持跟着前妻一起走 儿子哭着求我 我只能同意 离婚后 我在家照顾了母亲三年 母亲去世后 我就买了一辆三轮车 在镇上摆摊卖水果 后来攒了一些钱 我就学驾照 给人家开车 之后就买了一辆货车 每天在市场里拉货 遇到行情好的时候 我就拉着一车水果去附近的县城摆摊 一个季度下来 比我在市场里拉货赚得多 后来做一行的人多了 生意难干 我就继续在市场拉货 我每次累了 就拿出儿子的照片 算算他结婚的日子 我就又有了攒钱的动力 我和前妻离婚后 一年见儿子两次 前妻不让儿子跟着我生活 所以我们一年 只有两天的时间待在一起 这两天 我恨不得把自己最好的都给他 也许儿子知道我很爱他 我们每次见面 前几分钟还有些陌生 一会就熟悉起来 可以像朋友一样 无话不谈了 儿子结婚时 给我打了电话 他说他想在县城买房子 但是手里没有这么多钱 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 儿子结婚是人生大事 我立马把家里的存折 都拿了出来 算算自己能出多少钱 我总共算了一下 我存折里有三十二万 我决定给自己留两万块 剩下的三十万都给儿子 我把存折交给儿子时 儿子挣住了 他以为我最多能给他四五万左右 没想到我能拿出这么多钱 我握着儿子的手说 儿啊 这些年我省吃俭用 就是想攒钱给你用 弥补我对你的亏欠 只要你不怪我 我这些年的辛苦值了 那天晚上 我们父子俩吃了一顿饭 喝了一点小酒 促膝长谈了很久 吃完饭 儿子还给我买了一套西服 让我参加他的婚礼 儿子结婚当天 我早晨五点就醒了 一大早就穿着西服 在镜子面前打扮自己 为了搭配好西服 衬衫都换了三个 可就在我准备出门时 儿子打电话 让我不要参加他的婚礼了 他不希望我尴尬 我知道 儿子的婚礼 有新娘对公婆改口的环节 儿子认为他继父 已经代表了他父亲 我如果去了 大家会尴尬 虽然儿子没有明说 但是我心里都清楚 可我还是难过 我把给儿媳准备好的改口费 放进了抽屉里 去小卖铺买了两瓶 二锅头和一盘子花生米 边吃边喝 喝醉了就抱着枕头哭 儿子结婚后 我一直想去他的新房看看 我给他发了好几次信息 他都说没有时间 我不好意思再提 和儿子的联系也渐渐少了 大多数时间 我就一个人开着货车拉货 有一次我扛苹果的时候 闪到了腰 之后在干重活的时候 腰疼得厉害 我担心时间长了 身体太劳累 万一病倒了 没人照顾我 就辞了工作 把货车也卖了 租了一间小店面卖水果 一天收入一百多块钱 刚好够我每个月的生活费 儿子一年会来看望我一两次 每次来的时候 我都给他包个两千的红包 后来儿子当了父亲 虽然孩子的满月酒 儿子依然没邀请我去 但是我让朋友 给他转了五千块钱 算是我这个当父亲的 给大孙子的见面礼 大孙子过一岁生日 我给儿子赚了一千块钱 后来儿子每隔一个月左右 会给我发一些 大孙子玩耍的照片 看着大孙子可爱的模样 我的心快被融化了 虽然儿子对我疏远 让我很失望 可我不想怪他 我想 如果不是我这个 做父亲的没用 他也不会疏远我 大部分时间 我都在水果店忙活 有时候店里生意不好 我就早点关门 约上几个好友下象棋 一起吃饭 喝点小酒 我很少提起家里的事 也很少提起儿子 我认为 只要我不提 就不会难过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年 那天 我因为高血压住院了 医生让我给家属打电话 我不想让儿子担心 就没给他打电话 只让几个老友 有时间帮我送一顿饭 在我住院的第二天 儿子来医院看望我 看到儿子时 我很惊讶 我问他 为什么会来医院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我问了儿子很多问题 儿子突然红着眼睛说 爸 你生病住院 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呢 原来 儿子去水果店找我 发现店里关门了 他问了我水果店旁边的邻居 才知道我住院了 我问儿子 为什么突然来找我 是不是家里需要什么事了 还是缺钱花 如果需要钱 我可以回家给他取 我看着儿子 儿子突然打了自己一巴掌 握着我的手说 爸 是我不笑 是我对不起你 你总是担心我 想着帮衬我 可我却没有关心过你 我太不是东西了 看到儿子哭 我也忍不住哭了起来 儿子成家三年了 这三年来 我第一次感受到亲情 我住院期间 儿子一直在病床旁照顾我 儿子说 他失业了 妻子总和他吵架 还提了离婚 他才知道 我当年是什么感受 以后 他会好好孝敬我 不让我再孤单了 我出院后 给了儿子两万块钱 他没有收 我继续开店卖水果 儿子也开始找工作 想办法挣钱养家 他每个星期都来看望我 陪我说会话 有时候下雨 店里不忙 儿子会开车 接我到他家吃饭 我腰疼了 他会带我去医院检查 给我贴膏药 儿子的工作稳定后 希望我搬过去 和他们一家三口住一起 我没同意 只要儿子能经常来看望我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想趁着现在还能干活 攒点钱养老 减轻他的负担 儿子曾问过 有没有怪过他 我摇了摇头 只要他过得好 我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我们父子俩 兵事前嫌 我高兴还来不及 怎么舍得怪他呢 我很庆幸 我人到晚年 再次收获了亲情 我会好好珍惜 我也相信 只要有爱 很多问题都能化解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结婚十年 老公对我越来越冷淡 连同儿子也看我不顺眼 这天 儿子又犯了倔 不仅不写作业 还把作业本给撕了 你个黄脸婆 一分钱都不挣 有什么资格管我 我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有新妈妈了 比你好看 还比你有钱 我气得嘴唇发抖 想要好好教育他 儿子却抄起烟灰缸 嗡狠狠地向我砸过来 砰 烟灰缸碎在我脚边 四分五裂 正如捅我的心一样 玻璃制的烟灰缸 很厚实 是那种 哪怕不用多少力气 就能把人脑袋砸出血的程度 可儿子却想也不想 毫不犹豫地扔向我 扔向他的妈妈 这一刻 我只觉得心头结满了厚厚的冰霜 张永强有小三 这是我之前就知道 可是一想到还在上小学的儿子 我还是吸软了 我不愿看到尚且年幼的儿子 家庭破碎 被后妈虐待 可是现在看来 一切都只是我自作多情 儿子砸完烟灰缸 就跑回房间 如痴如醉地打开了游戏 激烈吵闹的游戏音效 回响在耳边 这一次 我彻底失去了 再教育儿子的任何意愿 我站在原地 沉默了很久 过往的一切 在我眼前 如走马灯 一般掠过 十年 整整十年 我为了这个小家 牺牲了青春 牺牲了自由 牺牲了一切娱乐 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家的孩子命名的 我是拉拉队队长 玩会主持人 大学笑话 可如今经过十年婚姻的摧残 我唯一剩下的 就只有臃肿的身材 糟糕的皮肤 以及满地鸡毛的生活 我把自己的一切 都牺牲给了这个家 每天早晨五点 起床给一家子做饭 洗衣扫地 这个七十平米的家说大也不大 可家务活 也没有那么轻松 生下儿子的前一天 我还要挺着高耸的运度 给张永强洗前一天 换下的脏衣 月子还没出 就又要忍受着疼痛的刀口 下地干活 身子也因此落下了病根 每到阴雨天 双膝关节都疼痛难忍 可对于我所有的奉献 和牺牲 我的丈夫 却一直视若无睹 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感谢 张永强 不过是普通的公司职员 月薪也就一万多 但也正是因为 他的钱养着一家子 所以他底气十足 甚至不怕我发现 他和仨儿的丑事 当我发现 他不忠的事实后 他竟还理直气壮的 让我妥协 试图洗脑我 男人出轨 都是正常的事 是人之常情 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往事一幕幕重现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满屋喧闹的游戏声 已经不再嘈杂 我内心一片寂静 只听到自己 砰砰然的心跳声 这一刻 我做成了最后的决断 我要放弃这些 自己曾经听尽权力 守护的东西 我要为自己重活一次 只为自己 要想活出自己 第一件事 就是做到经济独立 我不再关心 儿子的作业 有没有完成 而是以最快的速度 窜进了书房 打开了手机 我联系到了 我最好的朋友夏威 她是大我一级的学姐 我们原本在大学毕业后 一起创业 公司越来越好 可就在公司 即将步入正轨时 张永强开始猛烈追求我 恋爱脑的我 一股脑答应了下来 也顺势退出了公司 成为了家庭主妇 但是幸好夏威没有怪我 这么多年了 还和我保持着联系视频 播通后 看见我如今的样子 夏威似乎是被吓了一跳 她不敢置信 我居然变成了这样子 亲爱的飞飞 你这是经历了什么呀 夏威一脸心疼地看着我 随后 我向她一一道来 这些年的经历 从刚开始的意外怀孕 再到后来的妥协结婚 一分彩礼都没要的 十年婚姻礼 充斥着婆婆的刁难 以及彻夜不归的张永强 夏威听着我的遭遇 渐渐红了眼眶 我的夏学姐 永远都是想着我的 她二话不说 给我发了五千块钱的红包 让我拿着红包 先去打理一番 我的工作她会帮我安排好的 当天晚上 我就干尽十足 我立刻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搜查着这几年的行业发展形势 十年前我是最优秀的年轻创业家 阔别这个行业十年 我恶补了很多新兴的知识 感叹着行业发展的璀璨 却也感到了深深的压力 一运傻三年 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离开职场已经十年了 如今的我 俩然遗忘了太多商业技能 行业形势风起云涌 我真的能适应现在的风向 再度启航吗 就在我坠坠不安之时 大门啪的一声被打开了 还伴随着一声 以止气势的怒吼 赵飞还不滚过来 张永强又是喝得醉熏熏才回来 他随手把公文包一扔 倒在沙发上 几秒过后他猝起眉头 你人呢 以前张永强这么晚回来 还喝得鸣鼎大醉时 我都会主动给他换鞋 还会立刻去煮醒酒汤 而现在张永强即便是 吐得一塌糊涂 我也看都没看他 儿子一见他来了 嫌弃地进了房间 开始玩游戏 嘴上还说 卧槽 快去守塔呀 马得真菜 我淡淡开口道 你不是觉得你妈最爱你吗 让她去照顾你吧 笑死 现在那老太太 还在小区里跳广场舞呢 哪有闲工夫管她呀 张永强脸上写满了不满 但因为太困 便也没争辩什么 就睡着了 也是这个晚上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美好 第二天一早 我便起床 好好收拾了一番自己 宝妈重进职场 我给自己穿上了干练的衣服 夏威把我安排进了本区的一家分公司 其实她原本是想要把我安排进总公司 可被我拒绝了 我重回职场 还是一步一步从底层做起 会比较让人信服 而且 我还有很多细腰学习的东西 道足且长 张永强 张永强还是在客厅上睡着 身旁都是呕吐物 我只是冷眼地看了一下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到公司后 总经理惊讶地看了我一眼 几乎呆掉了下巴 我确实发胖了 皮肤也出奇地糟糕 但我毕竟是夏威指定的人 总经理也没好意思说太多 职场内的员工见着我后 都不想和我一组 生怕被我拖累 不是吧 人家都当妈了 还会做什么工作呀 不会连个基本的office都不会用吧 面对这些质疑我都没回话 只是在独自的岗位上 努力学习基本的工作知识 只是 刚开始 我就面临了不小的困境 十年围绕着灶台的劳作 早就让我遗忘了太多专业的技能 曾经能够用流利口语和外国人交流的我 现在却连最基础的英文词汇 都要思索半天才能回忆起事意 更不要说那些更新迭代的办公软件了 一时之间 我焦头烂额 这个你都不懂啊 又一次在基础操作上请求同事后 果不其然 我又遭受了白眼 看着女同事眼里鄙夷的眼神 原本努力拼凑起来的自信心 也濒临奔溃 退役一瞬间萌生 就在这时 张永强的电话打了过来 赵飞 你他妈跑哪去了 饭也不做 衣服也不洗 你是想造反不成 赶紧滚回来 有你这样当老婆的吗 这个月扣掉八百生活费 说完 也不等我回答 就挂了电话 听到那头传来的盲音 我心中的火焰再一次被点燃 这种寄人篱下 受人奴役的日子 我再也不要过了 我把手机关机 不顾旁边同事笔疑的打量 深呼吸一口 下载了一整套办公软件的教学视频 好在 夏威给了我足够成长的时间 我就不信 努力带不来收获 我一条一条地看 一步一步地学 遇到实在看不懂的 我也不在乎别人的白眼 依旧鼓起勇气去张嘴问 对于旁人的冷笑非意视若无睹 我知道 他们就是在 难我取乐子而已 第一天下班 已经很晚了 虽然满身疲惫 但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自己如此鲜活过 我马不停蹄地赶回了家 那个不再被我视为家的地方 到家的时候 屋子里一片漆黑 张永强八成室游和小三鬼混去了 至于叛逆的儿子 肯定是看无人在家 偷钱溜出去网吧包夜了 正好 我也懒得与他们多废口舌 我收拾了自己所有的衣物 将离婚协议书放在了餐桌上 拉黑了这一家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奴役我十年的地方 夜晚的行人道上一片漆黑 可我却前所未有地感到了坚定 未来已是一片光明坦途 工作依旧难以上手 有很多问题 明明领导交代了 要跟新人讲 试着让我做 可他们偏偏不 必须等到我主动问 他们才会说 说的过程还很不耐烦 会不停地说我蠢笨 起初 我还会因为他们的话而难受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时常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笨 可慢慢地 我就不在乎了 不会再因为外界的评论 怀疑自我了 短短两个月 我的心态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见 职场真的很锻炼人 这天 人事部王主管找上门 小赵 这批文件今晚做完 顺便给我买杯咖啡 我瞥了眼文件 这是属于主管部的工作任务 他双手抱在胸前 理直气壮的语气 让我一时间有些被愣住 被他的厚颜无耻愣住 虽然我是夏威安排来的公司 可这里的员工都不知道此事 我要一步步让他们信服 所以才隐藏身份 现在我缓缓摇头 王主管 买咖啡并不在我的工资范围 至于这些文件 我也帮不了你 王主管伸手指了指我 赵飞 你一个岁数这么大的实习生 你赚什么 英界毕业生都比你强 你真不怕丢工作呀 我告诉你 你能不能继续留在公司 就看我的一句话 好啊 我就看看你能不能让我走 我继续低头 专心工作 王主管做这种事 也大概不是一两次了 这还是第一次被拒绝 自然是不甘心的 可他偏偏 也没有让我离开的能耐 午休时 王主管给我桌上 扔下一份资料 这是这个月度对接的 一个大单子 交给你了 让刚来的员工对接大单子 这可以刁难 简直不要太明显 王主管猜出了我的想法 又补充了句 我这是给你机会 能不能抓住就看你的了 但要是搞砸了 那就卷铺盖走人 好啊 既然你主动给我机会 那我当然要把握住了 如果我完成了这笔单子呢 你别逞强了 那个客户很难搞的 出了名的难伺候 周围的同事都笃定了我会输 纷纷在窃校 就连刚毕业 跟我一起进来的 应届实习生 都敢当着我的面笑 我很清楚 这些人在想什么 因为我既没有年轻的资本 又没有过人的阅历和成就 在他们眼里 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废物 在年轻的 新时代女性眼里 我可怜又可悲 他们会认为我是活该 这些我都知道 同时我也比任何人都明白 打破这些有色眼镜的 永远只有实力 王主管也觉得我像个笑话 在场人中 他职位最高 因此笑得声音最大 如果你真的签下这笔单子 我主动辞职 我一直在等他这句话 这场赌期为三天 时间不长 因此我格外珍惜时间 拿起客户资料 认真分析后 我得出了了结论 这是一位失去了孩子的母亲 并且她很想念她的孩子 每一张照片里 她都带着一条项链 顺着线索 我又查到了这条项链的品牌和含义 是代表高洁和思念的Tiers系列 价格不菲 想来也是为了纪念她死去的孩子 可这也仅仅是目前 能在表面看出的线索 她孩子的性别 以及去世原因 这些也都是要调查的问题 经过连夜资料的调查 我终于查询到了 三年前发生的校车意外坠落事件 这次意外的起因是临近春季 学校派车带学生去郊游 超载人数太多 在拐弯时翻车坠入山下 新闻对于此次事件报道的极其详细 在死亡学生家属名单上 我看见了刺眼的姓名 正是那位客户的 调查完一切 我急忙顺着线索开始制作方案 这次想和这个客户沟通的项目 是汽水联名 我特意提出将联名的汽水包装 加上真爱生命 拒绝超载的呼吁 再加上我的力牙力齿 能够戳中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柔情 我不信他会拒绝 连续熬夜两天 我的身体也难以接受 再加上今天早晨的冒雨上班 当晚就开始发烧 意识快要消失时 我的余光贴见了窗外的微弱灯光 这一次 我是否还能转微为安呢 第三天下午 我背上了包 照常来到公司 议论声传入我耳中 其实我都习惯了 都说了别逞强 还敢打赌 现在时间都到了 不会又想毁约 不想走了吧 是王主管和他身边的哈巴狗 站在离我不远处的饮水机旁闲聊 我微微一笑 拿起水杯 一边接水一边说 上午只是发烧请假了 大家见证 这赌约谁都不能毁 王主管此刻还在胜券在握 脸上都是不屑的笑容 而下一秒发生的事 让他目瞪口呆 只见客户踏着高跟鞋 走进办公室 那双不沾水的细纸 挽住了我的胳膊 飞飞啊 你下班后 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可不能毁约 我回了句 当然不毁约 客户走后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 我才一一说了出来 客户对我很满意 方案也成功拿下 至于赌约 我想应该履行赌注了 王主管的脸色很难看 这时办公室里 那些人也惊呆了 没想到 宝妈也有两把刷子 也有看热闹的 想要落井下石的同事 起哄 王主管 我们要愿赌服输 刚才你还提醒赵姐 不能忘记赌约 难不成现在自己还想毁约 事实证明 王主管是个好面子的人 最终自请离职 而我也通过交接客户 成功让这些员工 开始信任我 我的生活 也正在步入正轨 自从我留下一纸 协议离开后 张永强的骚扰电话 就没断过 他打不通我的电话 竟申请了无数新的号码 我拉黑一个 他又会重新办理一个 我不同意离婚 你嫁给了我 就要一辈子伺候我 像你这种破鞋 除了我还有谁稀罕要你 这是他说的最多的话 我冷笑一声 随后挂了电话 乌言慧语充斥在耳边 我却已经强大到 不会动一丝怒气 就算他不同意 这个婚我也一定会离的 等我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 就会立马起诉他 夺得更多的财产 工作几个月后 我学到了很多相关的行业知识 总经理点名表扬我业绩突出 得了荡月消灌 还给我发了奖金 有了这笔钱后 我给自己买了一套好衣服 顺便去了唐美容院 进美容院后 大家纷纷夸赞我气质好 尤其身上透露出来的故事感 我被他们夸得高兴 也顺势办了张卡 这次的美容效果不错 我脸上的蜡黄都看不见了 如果以后多去几次 我也可以慢慢告别过去的自己 以前 我每月拿着张永强给我的两千块钱 还要把家里各方面的事都处理好 更让我气愤的是 婆婆还会在一旁说风凉话 两千块钱 放在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花都花不完 你说不够用 还不是你大手大脚 或者在外面给某个野男人花去了吧 我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就更别提能进美容院了 果然 女人还是经济独立 才会有自由 除了工作外 我还养成了每天早晨晨跑的习惯 在我的努力之下 身体也渐渐有所好转 这天跑步时 我意外碰见了张永强 他在不远处牵着女人的手 笑嘻嘻地聊天 三穿着的名牌衣服 打扮得很是精致 张永强出轨这事 我发现很久了 他出轨的也不是一个人 我笑了笑后拿出手机 一个新典子正被我想了出来 我把张永强和三的照片拍了下来 转头就发给我的前闺蜜月月 假装向她吐槽 月月也就是张永强之前出轨的对象 我之前发现张永强和她的事后 为了张天天也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和月月断了联系 月月是个暴脾气 看见我发的消息后怒气冲冲地赶来 而我在不远处当起了吃瓜群众 张永强和三本想着上车 可车窗被突如其来的月月 泼上了大片的油漆 月月大喊 张永强 你这个渣男 他是谁 怎么会在你车上 看见了此情 张永强脸一黑 立刻让月月滚开 可月月不依不饶 把三拽了出来 当街朝他扇巴掌 一边撕扯 嘴上还说着 张永强 你不是说过 这一辈子就只爱我一个人吗 你这是脚踏两只船 不对 三只船 我跟着周围看热闹的人群 拿出了手机录像 张永强是个好面子的人 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扔下两个为了他大打出手的女人 坐上了车后 扬长而去 我将录好的视频发上了网 佩文听说 这是小三娇 小四做人的视频 各位咱们看 随着城管的到来 这场闹剧才得以停止 下一秒 我便上前扶起了三 装作好人给他擦了擦伤口 之后还带他去了医院验伤 三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立刻哭了出来 我装作闲聊地打探他的信息 他叫做林星星 是从小县城出来的大学生 一次活动遇见了张永强 随后便彻底爱上了他 我问林星星 他不知道张永强是已经有老婆 有孩子的人吗 林星星却不以为意地笑笑 我知道 可他说过他这个老婆 就是个黄脸婆 整天就只会在家 就连他儿子也不喜欢那个女人 还巴不得叫我妈妈呢 说话时 林星星的眼中都是亮光 对于一个刚刚上大学的女孩来说 被一个月入过万的成功男人包养 的确很有成就感 我也顺势成为了这个女孩 在大城市里唯一的好友 我的心里再次浮现出一个新的计划 毁了张永强 就要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尤其是枕边人 我怂恿林星星带着宴商单子 去向月月索要赔偿 林星星没有细想便答应了 最后双方经过调解 月月赔了他一万多块钱 得到钱后 林星星笑着抱住我的胳膊 姐 还是你聪明 那条我发布的视频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张永强倒是没有被牵连 反倒是月月因为其公司 怕被影响名声 把他开除了 而林星星也背上了 小三的骂名 直接退了学 索性直接当起了张永强的小蜜 渐渐的 我和林星星的关系越来越好 她也越来越信任我 而我的计划也才刚刚开始 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 我的业绩也有所提高 加上一直锻炼美容 我的人生此刻就像是开了花 公司把给国外客户交接的机会给了我 让我务必拿下这次的项目 看见了竞标公司后 我更是觉得胜券在握 这次的对家公司是张永强所在的 而我又提前和林星星打好了关系 所以这次签下项目 以及让张永强永无翻身 我是势在必得的 林星星大概是看见过我之前的照片 可是我如今已经瘦了四十斤 气质又天翻地覆 她当然认不出我来 晚上我给林星星发消息 反倒是林星星率先开口 姐 你说怎么办 我怀孕了 林星星脸上写满了紧张 看来是她不想要这个孩子 为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真的嫁进张家吗 林星星又叹了口气 姐 你是不知道他们家多有病 老太太一直想要我怀孕 但我真的怀上了 她又一口一个孙子的叫着 我要是生下了个女孩 她还不得疯了呀 我笑笑 对于她经历的这些 我也深有体会 很多年前 我意外怀孕了 那个时候 老太太也是一直念叨着儿子 后来生下了儿子后 还为了让我多下奶 不让她孙子饿到 逼迫我喝童子尿 也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想的 居然还一直忍着没反击 星星 这个孩子的检查 你做了吗 要不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吧 要是真的是个儿子打胎 不就可惜了吗 林星星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第二天 我带她去了医院做检查 医生委婉地给我提醒了 性别是个女孩 但我转头就告诉林星星 是个男孩 孩子的月份越久 打胎的痛感就越大 林星星 这一切都是你最有应得 林星星开心地告诉张永强消息后 签着我就要请我吃饭 我将她的运检报告 偷偷装进了包里 笑嘻嘻地接受 饭店里 林星星接了个电话 说张永强要来饭店里接她 还要把我介绍给张永强 我握着刀叉的手 隐隐发颤 张永强到了之后 林星星便挽上了她的胳膊 张永强摸着她的头 转身看见了我 饭桌上 她直勾勾地盯着我 担心怕她认出我 我全程戴着墨镜和帽子 把自己大半张脸藏了起来 可即便如此 也依旧阻挡不住 她那颗好色的心 猴姐滚动 星星 这位是你的朋友 还真好看 临走时 还给我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 呵 这是狗改不了吃食 晚上 我又给林星星之招 只不过 这次是完全利用她的天真 星星 张永强的书房里 应该有他们公司的策划方案 你用她电脑发我邮箱 我帮她改改 鉴于对我的信任 林星星不假思索地 发到了我的邮箱 看见了张永强公司的方案后 我减优除去缺点 综合出了份完美的计划书 隔天发送给了客户 顺势拿下了这个大项目 我为公司立下了大功 一跃成为了新上任的总经理 之前的总经理被调去了新公司 面对同事的祝贺 我笑着约他们晚上吃大餐庆祝 另一边 张永强和林星星可就惨了 张永强用公司账号 给对家公司发送的邮件被发现 公司开除了她 并且还确定她是商业间谍 索要了一大笔赔偿 张永强怒气冲冲 一查发现是林星星后 打得林星星住了院 我拿着水果去医院看望林星星 果真是清澈又愚蠢的大学生 他没有多想 反倒是觉得我也是被别人陷害的 我差点笑出来 面上却点点头 姐 还是你好 给她削了个苹果后 我便去上了个厕所 等我再来到病房时 门口却传来了张永强和老太太的对话 顺势拿出了手机录音 还能怎么办 林星星都被你老人家给弄怀孕了 张永强向老太太抱怨道 儿子啊 我偷偷在避孕套上扎栋 不也是为了你吗 你想想 要是当年不是我给扎栋 张天天也不能长这么大了 赵飞也不可能一分彩礼 都不要就嫁给你 反正这个女人 我是不可能再要了 不要 我也不同意你娶她 这小贱妮子什么也不做 每天在咱家就是吃喝 可她肚子里怀着我们家的后啊 马德 不然我真非打死她不可 两人出来的瞬间 我躲进了角落里 原来当年的怀孕不是意外 把我的自由人生 拉入深渊的就是他们 既然如此 就别怪我绝情了 张永强没了工作 但日子还是要继续下去 她就花光了毕生积蓄 在小区门口开了个饭馆 原本去饭馆的人很少 不过最近却随着本区的一条探电视频 彻底火了 吸引不少人去打卡 是凭借其菜系独特的难吃火的 甚至网上还出了个 吃完张氏饭馆的菜挑战 看见这些消息 我情不自禁笑出了声 随着网友的恶搞视频 这是也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向来虚荣的张天天不干了 小区门口她一下子 把老太太推到在地 什么破饭馆 害我被同学说成是拉面小子 马德 我去你的破饭馆 张永强一脚把张天天踢到在地 想比于出丑 张永强更想要金钱 只要有钱 她什么都可以做 只是事与愿违 他们家的饭馆 很快就因为被发现 用地沟油闹出了事 交了罚款后一场空 林星星还怀着孕 此刻也是受到了皮包骨 这时候 张永强给我了打了个电话 见我不接后 又发来了消息 老子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回来 否则别怪我们绝情 呵呵 这不就是想让我来当冤大头 养活他们一家子吗 我想都没想回复了个滚 看完了好戏 我在内心感慨 这真是一家子的奇葩后 便回了公司 我的事业如日中天 夏威给我打来了视频 亲爱的飞飞 十年前的你终于又回来了 你负责的公司业绩在创新高 下午还有个杂志社要采访你 不愧是我的好学妹 听说了下午的采访 我专门化了个妆 虽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变得很美 可毕竟想要上镜 还要靠点妆容 在镜头前 我落落大方 侃侃而谈 后来我接受的采访的视频 也被发布到了网上 姐 你的采访视频火了呗 对呀 好像已经有五百万的点赞了 你成网红了 评论区也都是在夸你是成熟女人 有魅力 我不太懂视频赚钱这些 但还是在员工的建议下 注册了账号 发布了第一条视频 不出半天 粉丝就突破了五十万 都是夸我有气质 不知道比小白花好多少的网友 夏威劝我把握好时间 通过短视频直播赚钱 拓展商业版图 我并没有拒绝 就像我年轻时一样 敢于挑战和尝试 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开启直播第一天 我就卖出了一百万的单子 这可比线下商业 不知道快到多少倍 我熬夜整理出了最新规划 夏威也把这一片的公司 负责人身份给了我 自从公司开启直播途径后 收益再破新高 夏威想要我去总公司 和他一起干 就像十年前 我和他创业时期一样 互相陪伴对方 做彼此的靠山 可我却暂时拒绝了他 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 比如 这个婚还没有离 张永强婚内出轨的证据 还有林星星的运检报告 我都已经收集完备 张永强虽然一分钱都没了 但他还有房子和车子 辛辛苦苦伺候了十年 这点财产也是我理所应当的 我向他拨通了电话 张永强 这周周日咖啡馆见 离婚这事 我不想拖泥带水 说吧 我便挂了电话 周末 我脚踩华轮天奴高跟鞋 手背着香奈儿包包进了咖啡馆 来见我的不只有张永强 还有老太太 见着我后 老太太下巴都要惊掉了 不过才五个月而已 你怎么变了这么多 我笑了笑 摘下了墨镜 我只是把以前投入给你们的爱 全部还给了我自己 仅此而已 张永强在看见我后 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他颤抖着手指了指我 我没有想到竟然是你 张永强起身 他慢慢地朝我一步步走来 要是换作以前 我可能会迟疑 可现在 我已经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我再也不害怕他什么了 张永强张开双臂 想要抱我 可我后退一步 让他扑了个空 张永强 我们现在都要离婚了 请你自重 见我的反应后 张永强愣了两秒 紧接着给老太太使了个眼色 他应该是想不到 我会真的放下他 飞飞啊 你和永强都十年夫妻了 儿子天天也都那么大了 你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了 咱们当妈的 就是要为孩子考虑 天天不能有个完整的家庭 可怎么办 老太太得到眼色后 立刻朝我走来 拉住了我的胳膊 仿佛看女儿似的苦口婆心劝我 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张天天 可是是她自己说 更喜欢新妈妈的 我们做妈的要为孩子考虑 那我就成全她 我不声不响地抽出了 被老太太挽住的胳膊 张永强立刻反驳 飞飞 那都是孩子小 不懂事 想你个大头鬼 别当我不知道这些都是谁灌输给她的 我强忍着怒气 拿出了离婚协议书 看见这份协议后 张永强的脸也黑了大片 飞飞 我们就真的没有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吗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 张永强见我不假思索 又换了个借口 说她回家去拿身份证 然后和我直接去民政局离婚 我觉得也是 便答应了她 路上 张永强试图说服我上楼 被我言辞拒绝了 她大概是又想要打感情牌 找来张天天 可我早就放下这个儿子了 我在楼下等了三十分钟 还不见人下来 不耐烦递上了楼 房子里 他们一家子彻底闹翻了天 站在门口就能听见屋子里的打斗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是林星星在发脾气 张永强 月月说你不是人我还不相信 现在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我年纪轻轻为了你 连学都退了 可你呢 你现在要把我赶走 马德 林星星 老子只是让你暂时躲躲 老太太也在一旁附和道 就是 再说了你不就是个见不得光的仨吗 现在 我儿子玩腻腻了 想起正牌老婆的好了 不行啊 这两人一唱一喝 很快林星星就被说得满肚子火 却也哑口无言 唯一不变的 还是张天天在屋里玩游戏的暴躁声音 下一刻 我敲响了门才打破他们的狼藉 哎呀 是飞飞吧 儿子 你妈回来了 快过来 张永强笑着打开门 脸上写满了虚伪 快半年不见 张天天立刻关上了游戏 大喊道 黄脸婆回来了 我才不要黄脸婆回来 我要新妈妈 我要新妈妈给我开家长会 同学都羡慕我 我不要这个老女人 让她当我们家的保姆 她说着 却也不敢违抗张永强的话 走出客厅后和我四目相对的瞬间 她愣在了原地 我知道 她也知道 我现在已经变得很漂亮 再也不是她的那个黄脸婆妈妈了 而张天天 原本就不讨喜的脸上 布满了肥肉 因为缺乏我的管教 她的脸上都是痘痘 看起来很是肮脏 快进来吧 飞飞 进门后 沙发上的林星星坐不住了 你 怎么会是你 我把你当姐妹 原来你就是她的前妻 快说 这些日子接近 我是不是想利用我 林星星想不到的是 那个她眼中的黄脸婆 居然就是她身边最好的姐妹 而且还很漂亮 之前 林星星靠在我的肩膀上 看着她新作的美甲 跟我说 姐 你觉得当小三怎么样 我可是觉得酷毙了 现在的人就是太死板 在爱情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张永强跟她老婆都没有爱了 我当个仨怎么了 再说 谁让她老婆是黄脸婆 就算没有我 她老公也还是会有其他女人 依我看 就是那个女人不注意外貌的下场 活该 身为一个女人 就是应该把自己打扮得美丽大气 这样在外面才能给老公长面子 要是身上一股子的厨房油烟味 谁还愿意让她做老婆呀 谁不想飘飘亮亮的 可是为了操持一个家 谁有能一直保持优雅美丽呢 如果她也可以在一个地方任劳任怨 免费当保姆一样的待十年 还会说出这番话吗 我可以接受他们不理解家庭主妇的辛苦 但我也坚决不接受他们随意诋毁 每个牺牲自己为家庭无私奉献的伟大母亲 现在 我踩着高跟鞋 宠她微微一笑 林星星 三儿就是三儿 永远都是剑步的光的 我不管你有多少说辞 都是你就由自取 她原本精致的小脸上 还有些之前张永强动了手打的淤青 此刻一张脸煞白的可不 我永远瞧不起 你这种只会靠包养生活的算 如果我是你的父母 宁愿没有生过你 林星星被我羞辱了一番 当然心有不甘 她原本想仗着肚子里的儿子 讨来张家人的欢喜 可她却不知道 张家人根本就没有心 而且张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也不会太看重她肚子里的这个 张永强却一下子喜笑颜开 菲菲 原来林星星之前说的那个网红朋友就是你 她拿出手机打开视频 我的账号叫做非常人生 粉丝已经累计了三百万 我们市区的大网红就是你呀 听说你首次直播就赚了一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后 老太太和张天天都睁大了双眼 眼里写的都是对金钱的贪婪 是啊 我是赚了一百万 但这些和你们有关系吗 一百万是我日日夜夜的工作赚来的辛苦钱 没有靠任何一个人 这一切都是我应得的 气氛凝重时 老太太牵着张天天走了过来 快叫 她是你妈妈呀 张天天伪善地叫着我 可她年纪太小了 根本就学不来大人们虚伪的样子 漏洞百出 我不是你妈 我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这次来 我就是要顺利把婚给离了 在我强硬的态度下 张永强无奈和我去了民政局 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她婚内出轨的证据 要求她把房子和车子赔偿给我 这些证据还有很多 再加上我网红的身份 如果她拒绝 我便将此时曝光 这样一来 他们一家子都别想在这个城市继续待下去 也是知道这一点 张永强最后也答应了我 这个婚离得爽 当天晚上 我就美滋滋洗了个澡 睡到了自然醒 一日我背着香奈儿包包刚下车 准备进公司时 就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人 一桶油漆泼来 不过 我们公司保安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快速赶来 撑开了伞 替我挡住了油漆 之后 保安三人很快制服了 颇油漆的女人 林星星 原来是因为张家人看我太有钱 决心抱上我的大腿 便让六个月的孕妇林星星去打胎 一脚踢了她 林星星对我怀恨在心 所以决心报复我 赵飞 我都怀了六个月才知道 怀的是个女孩 这一切都怪你从中作梗 我笑了笑 不想再听她的风言风语 便让保安把她赶走 林星星后来也来闹过几次事 每次都是被公司保安大哥及时拦住 后来她也就没再来了 离了婚 我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 每天除了钓鱼 就是追追剧 做到了公司高层 也就清闲了许多 事情交给手底下的年轻人去做就行 一周后 我的别墅前来了个不速之客 妈妈 你快开门啊 我是你的亲生儿子 身边的老太太也跟着附和 飞飞 我知道你现在是大老板了 看不起我们了 但是天天 可是你的亲生儿子 求你了 别这样 我被他们吵得不耐烦 便起身从阳台上看了他们眼 二人顺时间有了希望 紧接着 我的话却又让他们的希望彻底破碎了 张天天 你们一家子已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再来骚扰我 就休怪我报警处理 老太太起来 用手愤怒地指着我 你个恶毒妇女 这个老太太 还是不思进去 晚上 闲来无事准备刷视频 结果却被社会热搜榜上的文字给气晕了 视频是偷拍的 而上面的内容 正是我把张天天和老太太给赶走的桥段 评论区里都是网友对我的口诛笔伐 果然是罪毒妇人心啊 从没看见过这样的母亲 呵呵 她还配为人之母吗 有钱了就抛弃自己的亲生骨肉 让一个年静七旬的老太太抚养 这不是大网红飞飞吗 笔制飞飞的产品 飞飞滚出短视频 诸如此类的评论 简直是不堪入目 如果只是看视频的桥段 我确实是一个发财后翻脸不认人的恶毒女人 可是事情的真相不是这样 我不会让这盆脏水毁了我的一切 安排手下的人去搜集了证据 第二天一早 我就发布了紧急澄清视频 视频里有张永强的恶言讽刺 也有婆婆和张永强在医院前的对话 他们故意扎破避孕套 让我不要一分彩礼去张家当牛做马 张永强还出轨小三 让其有了六个月的身孕 我将他们一家子做的恶行一一揭露 在视频的最后 我还发出了呼吁 各位家庭主妇 在面对和我一样的遭遇时 请不要害怕 女人真的只有自己强大 才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 仅仅一天 评论就彻底变得天翻地覆 叫好声连连 他们都夸我做得对 真是给新时代独立女性树立了榜样 很多家产品甚至找我代言 说我身上的坚强品质 正是他们想要找的 还有多位导演来找我 说要把我的经历拍成电视剧 我笑了笑 当然接受了他们 视频通过调查 就是张永强偷拍的 我想这应该就是他们三个人的计划 想通过道德绑架 让我带着他们飞上枝头变凤凰 最后张永强因为涉嫌诽谤他人 被判了一个月监狱的改造 张天天和老太太 这是不仅没了家 又彻底失去了依靠 而我的日子越来越好 我的视频账号 也经过此事名声大噪 我接机又好好宣传了我们公司一波 产品收益在破新高 几乎无人能敌 一切真的都彻底结束了 我立刻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 去见夏威 和夏威一起在公司总部 做彼此的依靠 一年后 我们的公司成功上市了 我和夏威重新来了这里度假 路上 我再次看见了张天天 她穿得破旧不堪 头发凌乱 现在已经瘦得皮包骨了 而老太太也勾搂着背 拿了根树枝当拐杖 一瘸一拐地走着 看见了我手里的瓶子 两人连忙走了过来 这一年来 我保养得很好 他们也没认出我来 通过闲聊 我才知道 林星星因为已经怀了六个月 打胎后身体受损 再也不能生育了 然后她带着刀 找到了刚刚出狱的张永强 两败俱伤 鱼死网破 现在老太太和张天天相依为命 他们也只能靠着剪破烂为生 我想 这一切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 善有善终 恶有恶报 而我现在已经过上了最好的日子 阳光明媚 一切皆有可能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担订阅 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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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媚